实际上就像我们片子当前看到的一样 很多人都觉得这一年太特殊 有个网友说 我们好像和2020年有过命的交情 的确 尤其有一个地方 相信那里的每一个人 乃至我们全国 全世界的人 都一直在关注它 那就是武汉 在这个曾经大病的城市 现在已经大病出狱了 它的标志性的地方 黄鹤楼 现在正在上映一场光影秀 下面我们马上就来连线 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 施力霞和他来共同欣赏 此时此刻黄鹤楼的美景 之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欢迎大家在2020年的跨年夜和我们一起来到江城武汉 那么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个呢就是大型石井光影秀夜上黄鹤楼当中最璀璨最精华的主楼秀了 那么其实今天来到黄鹤楼啊会感觉非常的不一样 这是我和我的同事呢第一次在夜色当中和这么多的游客朋友们一起 如此近距离的来感受黄鹤楼的夜景可以说是非常的令人震撼 那么这样的一个演出呢它是借助现代的光影演绎技术啊 让这座古朴庄严的楼阁是披上了五彩的华衣 变得奇幻灵动十分的炫酷 那么它讲述了黄鹤楼的历史变迁 通过春夏秋冬四季变幻结合传说展现了金楚文化的特色 那么演出是将黄鹤楼的历史和景区的景致呢巧妙的结合 整个景区变成了一块幕布 随着观众的游览啊是一步一景呈现出不同的视觉效果 那么来到黄鹤楼除了看看光影秀啊 一定是不能少了登楼望远 那么登上黄鹤楼武汉两江四岸的夜景是尽收眼底 那么今晚啊还有一个惊喜 就是长江的跨年灯光秀也在上演 长江两岸被撞点的格外的璀璨 那么从这里看出去啊 可以看到长江上一座一座的跨江桥梁 尤其是正下方这座万里长江第一桥 武汉长江大桥 我们可以看到桥上是车水马龙来往不息 那么这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人间烟火 那么从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 在经历疫情考验后的活力复苏 而作为武汉最重要的地标黄鹤楼 他也是见证了武汉不同寻常的2020年 虽然说此时此刻景区热热闹闹的啊 那么我们很难想象在年初武汉疫情最艰难的时刻呢 黄鹤楼公园是一度关闭啊 没有游客的到来 但是现在经过全国人民的并肩同心抗疫 这座英雄的城市它挺过来了 如今黄鹤归来游客归来 尤其在今年十一之后呢 黄鹤楼更是以全新的夜景来迎接全国的游客啊 那么这也是黄鹤楼公园在建城三十多年来首次开放夜游 可以说非常的难得啊 当然这得益于湖北疫后重振的创新了 当然这也更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支持 那么在今年的下半年啊 湖北市推出了与爱同行会游湖北的活动 全省近400家A级景区免门票一直持续到年底 那么今天刚好是活动收官的日子 那根据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的统计呢 那么在将近五个月的时间里 湖北的400家A级景区的客流量呢 是稳步回升 目前已经恢复到去年同期的八成啊 总共是接待了来自全国7300万的游客 那么这当中呢 相当一部分是来自省外游客的支持了 可以看到湖北的役后重镇 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支持 那么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日子 在这座璀璨的城市地标之下 也让我们共同祝福湖北 祝福武汉 明天会更好 时间交还演播室 公民